泡沫大海流麻被我做出来了 今天这个流沙的部分是不用流沙油的哟 只需要用水和家里有的东西 就可以把大海泡沫的这种感觉呈现出来了 我用的是沐浴露 小宝们也可以用洗手液 参洗净 洗衣液 所有能起泡的都是可以的 把起泡材料和水放在一起搅和搅和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做大锅饭的环节 因为今天做的是海洋主题的 所以选择了一些蓝色绿色之类的颜色 今天的这个泡沫大海海浪的感觉的流沙 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如果大家有其他好的建议或者是方法 或者是从别的地方看到了什么 也可以跟我多交流交流呀 因为今天的流沙部分是用水代替了流沙油 所以把水灌到三分之二处 就开始疯狂的晃动 晃出泡沫之后就不用再把流沙油给灌满了 快看啦 做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了 我喜欢我喜欢 其实不用去过分担心这些粘在亚克力板上的大亮片 晃一晃静置一会儿 它自己就下去了 今天选的图也是光雨夜之恋美术集里面的一个图 因为美术集里面的图片普遍较大 所以我就把它横着给嘎了 熟悉这个场景的小宝应该知道 这个图原本呈现的是两人相拥沉入海底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人物本来也是倒过来的 但是做流麻的时候把它震过来 因为感觉只选择人物的上半部分倒着放的话会有点奇怪 等所有的亮片闪粉都沉底之后 从背面看就是这种透明的状态 所以在背后我又添了一个背景图